臺南一名就讀幼稚園 小班的男童洗澡 說被家長發現大腿有瘀青 那麼詢問之後 這男童說是因為沒有五 所以被老師捏的 家長打電話給老師了解狀況 但是老師堅持沒有動手 還告訴家長說 這孩子傷勢應該是學滑步車 跌倒所導致 但事後家長調日監視器 證實就是老師抓孩子的腿 要對方睡覺 造成孩子瘀青 現在原方說了 會先請當事老師寫悔過書 若是真的不適任 會再進行解評 家長看到寶貝孩子 從幼稚園回來之後 大腿多了一塊瘀青好心疼 你怎麼受傷的 那小朋友就是說 他因為中午不睡覺 在那邊跑來跑去 所以老師就捏他 白嫩嫩皮膚留下瘀青 男童說因為中午沒睡覺亂跑 被老師捏的 家長致電了解 老師說孩子不午睡 所以跟他搔癢完了 有問學校主任 主任說可能是玩滑步車 跌倒受傷 家長們越想越不對 6號跑到了幼兒園 了解狀況 園方竟然一問三不知 打臉老師說法 就說是滑步車跌倒受傷嘛 然後後來又說 他有幫孩子冰敷 然後後來他又說是 另外一個老師幫他冰敷 又說是滑步車教練幫他冰敷 我就直接詢問了 請問滑步車教練 當天孩子有沒有跌倒受傷的情形 滑步車教練說沒有 隔天的監視器看到午休時間 孩子在教室跑 家長控老師從外面回來 直接抓住他的腿 要他睡覺才害孩子摔倒 但老師否認有動手 堅稱這事搔癢完了 他原本坐著 然後這樣子拉下來 然後小朋友就跌到 那個就直接躺平了 小朋友就嚇到都不敢動 幼兒園老師疑似怕被追究責任 說此反覆 最後監視器畫面曝光 原方說會進行內部懲處 內部的部分會要求老師先回過 那如果說這個老師真的不適任 我們會做解聘的動作 家長希望類似情況 別在幼兒園內上演 讓孩子身心靈受傷 記者有花許雄文泰能報導